为了感谢鸿海教育基金会 捐赠台南市价值200万的幼儿教玩具 供台南市亲子互动 台南市政府今天上午在明治市政中心举办记者会 由代理市长李梦彦颁发感谢状 给友林基金会的副执行长萧英成 盛唱来邀请小天心幽远的小朋友 带来精彩可爱的舞蹈表演 今天代表鸿海集团郭台铭董事长及全体员工 今天来台南市政府捐赠应用额的设施设备 那么这是在近年时 郭董事长在我们公益园委员会 有宣布全台湾议员的捐赠 包括今天在台南市200万的应用额设备的部分 很幸福可以和台南市政府合作 而代理市长李梦彦也感谢 鸿海回馈社会的无私精神 并提到市府对于少子化也是极力关切 推出一系列的奖励生育补助 来鼓励年轻朋友勇敢生育 市府对于少子化也非常的用心 那我们包括从出生之后 每年都会有三万块的保姆 或者是幼儿园的教保券的补助 那另外针对幼儿园 我们也明年会开始 大概投入相关的经费 针对让私立幼儿园有大概五成 可以来以比照公立幼儿园的收费 那无非就是希望我们年轻朋友 能够更赶这个生孩子 减轻他们对于生儿养育的这个负担 根据统计台南市目前零到两岁的 婴幼儿人数约两万八千多人 由亲属或家长自行照顾的比例高达88.6% 台南市政府为了打造亲子互动空间 在民国一百年以后 纷纷在台南市开办多处托育资源中心 集一座亲子馆 那目前已经有五个 五个区域有这样的托育资源中心 那未来我们大概目标是九个 那能够更多 当然我们就努力的找空间 来建置托育资源中心 建置这样的一个亲子馆的设备 那当然有一个很棒的消息 就是我们前瞻计划 我们也争取到 未来会建立15个托育家园 那我们盼望用这样子的托育家园 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想要生 那孩子需要被照顾 我们都能够提供比较好的一个去处 那未来希望能够三年内建置15个 刘署惠也指出 新营的南营亲子馆预计在年底完工 未来将提供多元的空间规划 让0到12岁的孩童都可以入馆使用 让新营区的孩童都可以就近享有 优质的亲子互动共学场所 记者洪光为台南采访报道